以当时的状况 李翔为什么不找人帮忙呢 现场应该不止两个人 那再来就说他开怪手 也许他到底有没有证兆 不晓得 或说他的技术到底好不好 我们要请教专业的理事长 怎么样看这过程当中 李翔是犯了哪些错误 包括那个使用的吊带 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吗 如果真的是他用所谓的怪手 用吊带的方式去吊挂 要把他拉起来 第一个他有一个致命的失误是 这个怪手是做什么用的 怪手基本上是在挖土用的 怪手他不是在专门在吊东西的 吊东西的话 基本上会有吊卡车 会有一般需要在 用在吊运东西的设备 怪手基本上他就是挖土的 所以他用怪手去绑吊带 要把这个卡车拉出来 这个就是致命的失误了 第一个你的这个吊带 你是要绑在怪手的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致命的疏失 纵使他的这个吊手 这个怪手里面纵使他有可以让他勾的这些勾带 通常来讲我们在钓运设备 或是物品的时候 其实那个在老安里面有很原则的规定 他的吊点 比方说一般我们在讲吊钢筋 他的吊点可能是吊两个点 或是什么点 那个基本上都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去吊的 就是是不是有吊到那个失利点 对 那你在这个卡车的状况下 我想现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做法的话 他一定是乱绑 他一乱绑 第一个乱绑的情况下 第一个他的失利点可能本来就不是应该有的失利点 那第二个部分他怎么吊法 他绑法 其实那个东西基本上都要有很有经验的人 去绑砸之后呢 他才能有办法固定 甚至说你看哦 这个怪手跟这个吊车 这个吊卡基本上他的体系是很庞大的 很庞大的你要用怪手 第一个怪手你本来就不能去掉东西的情况下 你又去绑这个吊带 吊带在跟卡车绑的这个部分呢 你绑的点不见得是对 第一个吊带有可能断掉 有可能松脱 所以你看一连串的失误 这个都有可能 有可能这个吊带只有用一条 他也可能断掉 纵使他没有松脱 也有可能是断掉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他今天 那个绑砸的那个吊点的部分呢 纵使你吊带都没有松脱 吊带也都没有断裂的话 有可能卡车本身的那个零件 有可能会被拉扯被拉断 就绑的那个点有可能被抽出来 所以为什么讲 我们通常在吊东西的时候 那个吊点通常要特别有设计过 要加强 要加强 那个地方要特别加强 不是说随便你要去吊一个东西 你就随便绑绑就可以吊的 对 所以他这个一连串 他有可能这个就是弄巧成拙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 确实弄巧成拙 而且是致命的失误 而且怪手也不能来吊这个事情 所以他有可能一移动之后 反而加速那个吊卡车 滑落的那个力道 因为我们想说你知道 如果你通常来讲 你再吊一个东西 你今天把它拉上来 有可能已经拉上来之后 不小心一断吊的内沙拉 或松脱内沙拉 它是一个反作用力 它反而会往后弹 那你看你这个吊卡的 这个重量是很大的 你这样子一个作用力 跟反作用力的情况下 那个反弹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很可能就这样子 那李一翔为什么不找人帮忙 那个情况下算蛮危急的吧 当然是很危急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现在来讲说 如果说真的是后来 因为怪手去吊车这个事情 他反而不去动它 可能没事 他反而去动它 一动反而出大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紧急的这种观念跟想法 那有可能像我们刚刚所提的 他什么事都自己来 开跳卡也自己来 开怪手也自己来 什么东西都随手可得的情况下 那他本身如果又是工地主任 你这个职长其实 说坦白的 你有你职长是在做工地主任职长的事 你是在监督所谓的工地的进度跟品质 这些东西该开的人应该有 本身该开的人的这些专业的证照 才去看 这还要看他说到底他有没有办法 他有没有合格的能够开吊卡 的确OK 有没有办法合格开怪手 这个东西都可能还要 为了检掉还要去吊车